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黏膜保护剂 包括一些益酸药 或者是胃肠动力药 这样我们可以治疗上述疾病 还有一些是一些功能性疾病 比如说功能性消化不良 这个时候我们也是对症处理即可 第三类疾病是一些胆衣疾病 如果说我们进食后出现一些恶心 呕吐 我们要看是否出现了胆囊炎 胆囊结食 包括一些一线炎等等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要及时就医 进行相关的一些治疗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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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